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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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一開始我們預設這裡會有2000本書 後來三成100本書 我每個禮拜四都拿大概30本 20到30本左右來替換 100本不多啊 但是你一定看不完這100本 所以我再來每次再換30本 然後每次來都有不一樣的想法 而不是只是把書擺在書架上擺死人 我覺得那樣這家書店就是不是火的 100本一眼就看完 要買就買不買就算了 但是他至少會看到這些書 蒼蠅王啊 自己的房間啊 這些很棒的書 就是鄉愁啊這些書 他會看到 他就算他沒買 他也曾經印象過在某個很韌性100本的書店裡面 曾經看過一本這樣的書 所以用這樣的方式他們會去看這樣的一本書 經銷商常常問我 好賣的你也不賣 真正難賣的你又不賣 我說對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要這樣 我就是要選那個好賣跟難賣的中間的那個部分 所以他叫beginners 就是你給新手 你可以來我的書店看 就是這些書其實可以帶你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但他不是非常難的 不是學術性的 所以我一直堅持在這個中間的部分的懸殊 對 西松喔 這裡面這一篇那個風神榜言羅詐是我最喜歡的小說啊 然後他非常意識流的一個小說 那我看了 每次看都有不同的想法 這裡是逛街店 這裡的東西不會讓你有答案 但是會讓你有更多問題 我很愛跟他們聊天啊 他們就算沒買書我也會跟他們聊天 所以我們把房子很大的空間讓給這個城市 所以我有時候早上來啊 就是有小孩在那邊玩那個滑板車 然後我的鄰居他們有時候會來這邊推推娃娃 有一個年輕人他 當完糾察隊跟補習之間 他會來這裡吃蔥油餅 但他不會買書啦 他就在我外面吃蔥油餅 那講著講著 他後來會進來找我聊天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一個書店他存在的意義 就算他沒有賣書好了 他其實是一個大家都可以享用的空間 甚至我們在這裡辦活動啊 就是我等於讓這個空間跟城市share 等一下我會來調整 好 有任何場地上的那個附房店 我覺得這是一件 我自己覺得很美啦 就是我讓這家書店可以跟城市有一些互動 有一些對話這樣子 很多人經過啊 我這裡晚上吃飯好多人經過 都會停下來看一下 黑白電影 然後停下來看一下 就算他沒看完也沒關係啦 我覺得啦 溫學不應該存在書裡面 存在學校裡面 存在圖書館裡面 存在 閱讀寫作影裡面 不要 就是他應該走出來 就是他應該走到一個繁華熱鬧的地方 我會再次做一個繁華熱鬧的地方 這個城市長 在這個地方 先走到一個繁華熱鬧的地方 那就這樣燈了 我會先走到一個繁華熱鬧的地方 也會把還有一個繁華熱鬧的地方 我會再給大家一個繁華熱鬧的地方 因為我們想像全力 我會再用一個繁華熱鬧的地方 還有一堆 我會再用一個繁華熱鬧的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